現在我們液晶塔羅占卜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能夠危機轉 變轉機 對 變轉機 好的 那各位朋友 現在這個字卡上面 有四種月亮 請各位朋友以第一印象去 覺得哪一種月亮 最能代表我現在的心情 我重點解釋一下 第一個是滿月 第二個是霉月 霉月呢 他就是我月亮 剛開始 剛開始要變成 滿月的一個過程 再來是上旋月 再來是下旋月 請以第一印象選出你的答案 來 立妃 每月2 來 田田 1滿月 好 我也1 1滿月 我也是1 也是1喔 好 我們兩個 觀眾朋友 1 2 3 你選滿月 我也選美月 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 上旋月開始 如果說你選到上旋月 你的掛項是什麼呢 代表是擇 山 弦 那這個擇 他代表的是這個少女 山代表的是少男 那少女跟少男 兩者配在一起的時候 通常都會比較跟感情有關係 那所以呢 少男就是很誠心的 如果說表達自己對自己 仰慕對象的一個愛意的話呢 那對於女生而言的話 我接受到男生的這個一個表白 我心裡面會相當的喜悅 所以這個掛項就代表就是說呢 感情萌芽 喜事降臨 所以在下一個月呢 我在感情方面能夠危機變成轉機 能夠開始萌芽囉 好 那在下一個呢 我們來看這一個是所謂的下旋月 那以下旋月這個掛項呢 叫做風天小婿 那這個風啊 他代表的是我們的長女 然後呢 天呢代表是我們的爸爸 那所以爸爸對於長女的一個照顧呢 他也代表就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凡事都能夠以穩定為最大前提 那然後呢 這個掛項他又特別針對我們的投資理財 那我們不要認為說 那穩定跟投資理財 那我不是好像不能夠賺很多嗎 其實這段時間 不管是說國際的局勢 或是說台灣我們本地的一個局勢 其實起伏都會比較大 那這個起伏大的一個環境 其實穩定 它是讓人相當相當羨慕的 所以只要我們能夠秉持一個穩健投資 我們把這個時間給拉長 我們的盈利是能夠很明顯的獲得增長的 那所以選到這個掛項呢 這個朋友呢 如果說你在去年 或者是說從今天往前開始推算 你的這個投資理財的績效不是很好的話 那我建議你把投資的步調放緩 把投資的時間給拉長 你在投資方面就能夠危機看到轉機 好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就是以梅月 梅月有選擇的是篤林哥 還有我們的麗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以梅月 好 那梅月 梅月是九十分 那梅月的掛項是風 雷 翼 那這個風呢 它象徵的是 象徵的是長女 然後呢 雷呢 象徵的是長男 那因為兩者其實都已經有 有一定的年紀了 所以呢 兩者碰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的年紀 長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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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女 所以呢 兩者呢 比較體現的 九十分 九十分 比較體現的是一種在成年人的互相的幫助 那成年人的幫助比較像是什麼 像在事業上囉 那所以在這個掛項比較體現的是 我們在貴人方面 那所以呢 如果說選到這個掛項的朋友 你在這個事業上 如果你是需要大量跟人接觸的 比如說像篤林哥 麗菲 或者說你可能是業務公關 又或者你可能是人事相關的話 那恭喜你喔 因為在下一個月 其實你在事業上面 你能夠獲得貴人相助 幫助你事業暢望 最後 最後這個掛項 也是我們的甜甜 雅蘭姐 還有阿美達老師 阿美老師 所選的掛項 那也當然如果說 各位朋友 你選到的是這一個滿月的話呢 那恭喜你囉 因為你的這個掛項是地 天 菜 好 這個地啊 地它象徵的是坤 天就是錢 那我們講乾坤 乾坤 就是天地 父母 陰陽 那能夠這兩個掛項合在一起的話 它也象徵的陰陽調和 而且天地之間不斷的一個循環 所以我們有一個非常吉祥的一個形容詞 叫做三陽開泰 那也代表的萬事亨通 不論是在我們的財運方面 事業方面 或者是人際關係方面 都能夠跟以前比較起來呢 能夠從危機進入轉機 恭喜各位